就在七季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 在明王朝西北边境 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 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奇迹 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叶 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 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 这次突然的来访 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 来访的是蒙古首领安达汉最宠爱的孙子 阿汉纳吉 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 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 自从七季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 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九个军阵 先后整修长城 在明王朝建立两百多年后 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 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宇关的万里长城 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 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 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 万里长城之下 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 自从明代中期以来 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势 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 到1570年 全年军费高达230万两白银 军事开支的增长 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 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 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百巨山 巴汉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 安达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 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 然而 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 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 由牧民铤而走险 用铁与穴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 但是蒙古首领安达汗深知 随着长城的完工 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重古向皇帝提出 为了避免武力冲突 应该优待巴汉纳吉 寄予高官后路 将巴汉纳吉送还给安达汗 这一年的冬天 接回孙子后 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 1571年3月7日 王重古给新即位的皇帝尚书 蒙古人 与漠北之地生息 不适耕作 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 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 布匹及丝绸 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 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 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 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 至于明朝一直以来 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 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 王重古同样给予了反驳 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 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 再接着使用 铁锅实在不能用了 就丢弃掉 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 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 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 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 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 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 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 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 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四十五千米 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 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 门楼器砖 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 四边宝墙轮廓完整 墙体归整 墙外田野辽阔 墙内防射成片 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 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轩 德胜埔 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宝赛 见证了猛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 公元1571年三月 明朝龙庆皇帝下诏 在德胜埔举行仪式 封暗达汗为顺义王 六年后 明王朝又在长城沿县设立十个护士点 马氏贸易高度繁荣 长城脚下的贸易 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 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 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 逐渐成为商谷云籍的贸易市场 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 公元1572年十月 一万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 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 这是王朝名将七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 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 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 按照作战预案 十万名军分为十二路 从各自囤住的卫索城堡中出发 两天之后 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 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 七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 以装配弗朗基的战车为核心 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 得以充分展示 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 战车 冷兵器与火器 巧妙结合 这道青砖包裹 敌台临地 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 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 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 并为流动性战争 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供应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 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 景山海关 西至祁连山下的嘉狱关 全长八千八百多千米 万里城墙把城百座雄关爱口 成千上万座敌台 烽火台连接在一起 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 宏伟的明长城 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建政者 十一座开放的贸易市场 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 来自南方的道语 茶叶 丝绸 源源不断经流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 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 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 这一历史性的转折 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 如果和平的贸易 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 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 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屋木族群 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 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